传递健康,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您的订阅 人体各大器官都有自己的使命,从而维护机体的正常运转 其中肾脏也有自己的使命 肾有三大功能 一,生成尿液,维持水的平衡 二,排除人体代谢有毒物质 肾脏在人体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一旦出现了问题,身体其他部位也会出现问题 中医有种说法叫,想长寿,护好肾 由此可见,肾脏对人体抑郁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由于人们饮食和作息不规律 导致很多人肾脏开始出现了问题 因此在养生当中,肾脏是重点保护对象 肾脏出现问题,表现症状为 一,水肿 肾脏管理体内液体运行 肾脏毒素堆积后,排除多余液体的能力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水肿 二,面部会长痘 肾脏的排毒功能不俗 导致体内毒素长期堆积过多 对于体内器官功能有损,以及分泌失调 进而引起体表产生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三,月经量少,或者是经期短,颜色暗 月经的产生和消失都是肾功能是否旺盛的表现 由于肾脏中有很多毒素 经血就会减少 四,容易疲倦 身体内的毒素消耗了肾的能量 肾提供的能量减少 于是就会出现疲倦 神皮试睡 这样出现一些症状 就说明肾脏毒素已经严重超标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肾脏排出毒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方法 可以帮我们排出多年的肾毒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克尘皮 尘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日常生活中 它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 也是一味中药材 尘皮有很好的促进消化的作用 尘皮中所含的挥发油 对胃肠道有温和刺激 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 排出肠管内机器 尘皮泡水能够去除体内湿气 有很好的去湿保健效果 由于慢性肾病 存在肾病问题 肾病也可以多使用一些尘皮 帮助排出多年肾毒 也可以帮助排出肾脏中一些小的结石 尘皮还可以润肺化痰 尘皮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礼器 可以将肺中的一些痰液排出体外 所以如果是肺中痰液比较多 咳嗽痰多 这种情况比较明显 也可以使用一些尘皮水 另外 尘皮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健脾礼器 如果是脾胃运化比较差 造成身体湿气特别重 这时候喝一些尘皮水 可以帮助我们温皮 温皮就可以帮助我们助孕化 助消化 所以尘皮它是一种特别好助孕化 助吸收的一种食材 多喝一些尘皮水 对于身体健康是特别有帮助的 接着再来准备食克黄芪 黄芪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排出水肿 能够减少尿蛋白以及肾炎的一些症状 可以起到滋补肝肾的效果 另外 黄芪还可以补气养血 调节血压 增强免疫力 黄芪可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让细胞生长代谢能力更强 黄芪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名贵的补气药 我国传统的医学认为 黄芪具有补气固表的作用 向来在民间也流传着 常喝黄芪汤 防病保健康的说法 不少人在生活中 也经常会感觉到气血不足 这个时候可以泡上一些黄芪水 可以很好地缓解气血不足 提升免疫能力 气为血之帅 气足了 各个脏腑运行顺畅 这样血也就能提上来了 所以 补血的同时一定要补气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小段山药 山药也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 健脾补肾的食材 山药含有丰富的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性质比较平和 属于药食两用食材 无论是皮阳虚还是肺阴虚 都是可以食用山药的 山药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有强健滋肾的作用 但凡肾亏以及妇女白带增多 都是可以食用的 山药还可以润肺止咳 山药中含有造干粘液质 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山药里面含有黏液蛋白 这种成分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 所以山药也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 是糖尿病人群的食疗最佳食品 山药最主要的作用是补肾 山药可以帮助排出肾毒 提高肾脏的代谢能力 所以肾毒超标 肾虚的朋友也可以多食用一些山药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10颗枸杞 中医认为枸杞归肝肾经 主要功效是滋补肝肾 能够有效地帮助肾脏排毒 提高肾脏的代谢能力 枸杞一次用量不需要太多 如果是补肾的话 一天20到30例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吃枸杞 对于肾虚的朋友是很有帮助的 肾虚的朋友经常会出现腰细酸软 四肢无力 男性会出现胰筋滑筋的症状 这都是肾虚的表现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食用一些枸杞 可以帮助我们来调解肾虚的一些症状 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养生壶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清水 把食材煮上30分钟 朋友们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和鼓励 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30分钟之后 再把枸杞倒进来 这个汤是特别可以帮助补肾的 还可以帮助排出多年的肾脏毒素 肾脏毒素没有了 这样整个人的精神都会好很多 平时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养肾 秋冬季节也是最佳的养肾时节 可以多使用一些这种补肾食物 帮助我们来补肾 健肾 另外平时也要早睡早起 保持适当的运动习惯 这样也有利于肾脏年轻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